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油条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高能科幻电影 安德的游戏 本票于2013年上映 讲述的是一个拯救地球的故事 话说在地球的某一天 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在地球爆发 外星虫族带领军团对人类进行了毁灭性打击 面对突如袭来的战争 人族在一名英雄的牺牲下击败了虫族 在此之后,人类为了防止虫族的再次进攻 花费数年时间培养新一代天才 将全球的天才少年汇聚在一所学校 每天的任务就是玩战争游戏 培养这些人的领导能力 希望从这些人中选出一位能代表全人类作战的指挥官 维京安德,也就是我们的男主大猫 家里面一共有三个孩子 每一个都曾经参与过培训 不过姐姐因为太善良被开除 哥哥因为太暴力被开除 现在就剩下了大猫一个人 作为本片的男主 大猫聚集的善良、智慧、勇敢、无畏于一身 是成为指挥官的最佳人选 大猫的天才领导能力得到了学校上校的赏识 决定将大猫培育为未来的指挥官 为了测试大猫面对困难的反应 上校故意在新生学院面前表扬他 成功地让大猫被孤立 他们首先来到的是在地球附近的太空站 这里是他们学习战斗的主要地方 在这里他们将会学习体能训练 和高强度的战斗模拟训练 在此期间 大猫连吃个饭都会被大家孤立 不过这难不倒拥有过人智慧的天才 大猫勇敢地在教官面前说出了大家的心理话 虽然因此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不过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大家也慢慢地开始接受了他 在一天晚上空闲时 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游戏 这款游戏会因为玩家的想法而改变 是一个无法预测结果的测试游戏 大猫在尝试选择哪一边都会失败之后 毅然决定消灭了巨人 游戏的整个过程都被上校看在眼里 上校认为大猫的做法很正确 于是把他调动到了高年级的火蜥蜴战队 女主小方对大猫的出现很友好 而队长邦佐对大猫表现得很苛刻 恨不得马上从战队踢出他 即使不让大猫参加比赛 但还是依靠他的完美色战取得胜利 晚上接着玩没有结束的游戏 这次居然在游戏中见到了重组女王 女王貌似在告诉他些什么 这令大猫感到非常疑惑 鉴于上次大猫的优秀表现 上校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他自己领导一支小队 并将这支队伍命名为飞龙战队 这里的成员大多都是大猫新兵营的朋友 训练在紧张的进行 比赛也一场接一场 很快便以一打败两支战队 再次令上校刮目相看 上校镇定大猫就是未来的统帅 不过事情总是不尽人意 失败的帮助找到了大猫单挑 却意外的被打成了重伤 这令他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创伤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面对萎靡不振的未来救星 上校不得不答应大猫回到地球找姐姐 在亲姐姐的安慰之下 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紧接着大猫被上校重新带到太空 不过这一次不是要去战斗学院 这次是要去一个更远的地方 一颗位于重足前线的补给星球 这颗星球原本是重足攻击地球的前线 当年失败之后被人类占领 在这里踏见了多年前的英雄马泽 当年为了拯救地球 他并没有死亡 而是为了守护一个秘密 当时由于情况紧急 马泽发现了冲足由王后控制 只要解决掉王后 整个冲足军团都会战败 这个设定有点像长城中的套剔 马泽还向大猫展示了模拟作战系统 可以最大程度的仿真真实的战场 同时调动来大猫昔日的朋友 作为一个团队在这里训练 作为人类的前线部队 可以说聚集了所有先进科技 几艘运输船上聚集了数千架无人战机 由扣台人员任意操控 这其中隐藏了人类最尖端武器 小医生他的攻击可以引起连锁反应 只需要一击便可以消灭整个军团 但是此武器必须一发致命 否则很难抵挡虫族的第二次进攻 就这样大猫他们在这里开始了紧张的训练 有简单的小任务逐渐变得很复杂 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少 面对的任务也越来越艰难 不过很快迎来了最后一次模拟 只要这次能赢下游戏 他就能作为统帅参加战斗 在游戏的一开始 大猫便发现虫族位于太空的战舰 然而对方并没有主动攻击的意图 于是人类舰队主动进攻 等到虫族舰队全部出动时 启动秘密武器小医生 一举歼灭了整个外太空虫族 但是这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 此时虫族母星上大量战舰起飞 如狂风一般向人类舰队飞来 秘密武器小医生还需要时间积攒能量 作为统帅的大猫 只能利用所有的无人机来保护小医生 放弃其他所有的运输战舰 很快便只剩下了小医生 大猫下令让小医生靠近虫族母星 用无人机开出一条轨道 运用这条轨道启动小医生 随着小医生的能量发射 虫族母星被火焰包围 大猫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不过他并不知道这其实是真实的战场 刚才的的确确的消灭了整个虫族 这令大猫懊悔不已 如果知道这是真实的 他肯定不会下令消灭虫族母星 现在由他亲手毁灭了一个种族 他会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 并因此和上校大吵了一番 迫于无奈上校命人麻醉的大猫 在梦里 他再次见到了游戏中的王后 女王其实一直试图和他进行交流 依然还是失败 游戏中的场景和大猫见到的现实十分相似 他独自一人找到了隐藏的王后 王后本想杀死他来复仇 在看到大猫流出眼泪之后 收起了武器 大猫得知自己犯下了迷天大祸 唯有带着未出生的王后 找到一颗新的星球 再拯救虫族 于是大猫开着飞船离开了战舰 一个人踏上了寻找虫族新家制度 至此整部电影结束 本电影作为一部科幻 我觉得是很棒的 至少看得很过瘾 老油条还是推荐这部电影的 值得一看 打发一下时间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订为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